孩子 疼 孩子 那个 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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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那个我去换件衣服啊 我在楼下等你 快点啊 你慢点走 下一项检查什么呀 神经科 看看你在脑子里面 到底住了什么东西 你什么意思呀 就是不清楚我什么问题 昨天才有了检查的呀 高密 彭博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现在是这儿的医生啊 没错 咱们高中毕业 好几年没见了吧 真的好多年没见了 你还是老样子没变 怎么了 来医院怀孕了 没有 我陪朋友来的 我介绍一下 我同学彭博 你好 你好 这位是 我是她老公 我叫邹凯 你好你好 我结婚了 怀孕了吧 还藏着掖着 这是好事 她竟然就爱开玩笑 对我都懂你 好久没见了嘛 没事 我就在副展哥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嗯 我还有事 我先走吧 小心 怀孕了 高跟鞋就别穿了 还有紧身的衣服也少穿 知道了知道了 你快去门快去门 走吧 我联系啊 看什么看啊 走啊 干嘛 男同学挺多呀 等等我 喂 喂 大刘 喂 收到了吗 啊 收到什么 花啊 什么花啊 喂 养工你的花 好 谢谢啊 什么意思啊 大白天送我花干什么呀 美的你 那是给我小南妹妹的 不是你给她的 你送我这干什么来 你直接送给她不就完了吗 我不是怕出岔了吗 辛苦你呢 帮我把花放到她的办公室去 哎 记得啊 放在一个既浪漫又显眼的位置 显眼的位置 我给你放前台吧 那是显眼 小平啊 赶紧干活去 你说我欠你的是吧 你当然欠我的吧 你记得啊 摆完了以后拍张照片发给我 哎 喂 你要 Dynami 那是我的 岫竟然有点 要找你 来 就是要 dzia 我来 你咱们 你如果是哪些 谢谢 这 阳光 其实那天 请拿 这 这花是大刘让我帮她给你拿过来的 这是她给你写的诗 我刚才没管住自己念了两句 有 有 有点肉麻 你自己看啊 喂 大老哥 收到了吗 收到了 谢谢 不谢不谢 你今天有时间吗 我正好今天不忙 咱们看电影去吧 今天啊 今天不醒来我晚上约了事了 要不改天吧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没跟你客气 要不明天吧 明天也行 那就这么定了啊 咱说好了就明天 先不跟你说了 我还上班呢 挂了啊 好嘞 喂 喂 小刘 事给你办好了 晚上不求我喝个酒啊 不行 我忙着呢 忙什么你忙 我知道你等齐南呢 齐南晚上不有事吗 你怎么知道的 他刚才告诉我的 他都跟你说了 他都跟你说我什么了 死吧 哪那么多废话呀 赶紧的 一会儿见面再说吧 好嘞 说说吧 齐南到底怎么说我呢 没 没说了 不可能 那他怎么跟你说下来 我们俩好了的 你能正常点吧 怎么老实问呢 你一大人 跟没谈过恋爱似的 齐南不一样 你知道吗 我感觉我 亲婚的小火苗 被他又重新给点燃了 有那么夸张吗 你跟刘爱都老夫老妻了 不懂 不懂 不是 为什么你 你你 你真觉得你们俩合适啊 当然了 你是不是傻人了 他都跟你说了 就等于是昭告天下了 你说呢 我倒是没觉着人对你怎么着吧 日久见日期 在一起 时间长了 就会发现我的优点越来越多 陈光 不了解我 我还不了解你 你表面上是一颗嘚瑟的人 我的力量就是一颗实在的人 反正这事呢 我劝你慎重 现在九零后的孩子的想法比较多变 你倒是别替头跳的一头热 一头热 啥意思啊 他心里有别的喜欢的人 谁啊 你知道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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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不就结了 你啊 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边 我都这么大人了 还谈不好和恋爱吗 没有事 来 你干嘛 所以听着听着就说 你怎么来了 嫂子 今天真热 脱 脱鞋不 不用不用 进来吧 进来 唷 你也有这个 我也买了一个 是 哎呀 挺好用的 来来 这个 嫂子你没事吧 不是 你 你几天没去跳入了 大伙都挺惦记的 然后我说这个 晚上过来把那个 新学那个舞蹈的优盘 给你拿过来 你没事的时候 学一学 你看看你 你还考一趟 你发手机上不就行了吗 我不正好来看看你吗 那个我哥没在家 那个他出车了 嫂子 是有什么事吗 你这从来都是特别积极的 你这一不去 大伙都惦记着 说是出什么事了 还是怎么着 没有 我就是这两天特懒 我就懒得动没出门 没什么不舒服的吧 没有 没事大伙没事 我帮你收拾 不用不用 那个来 来你去点水果 这边是周凯买的 我这真渴 是吧 是吧 今天 爸里面特别热 是 嫂子 说实话 周凯这孩子 孝顺 真是好孩子 就是 就是让你们吃好点吧 真是 所以说你这眼光还是好 不怪总是夸 周凯这孩子就是好 孩子还是挺甜的 小哥 你嫌我说就吸过来啊 我没别的意思 我说挺好的 我说孩子孝顺 你 哎呀我就太不会说话了 挺好吃的 真的 好 好 嫂子 你好 好 红杯 我 我 我这真的演不下去了 明明回来跟我说呀 走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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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出轨了 哎呀嫂子 这事啊 真是啊 对对对 你看我这 哎呀 我觉得我自己太不好了 你说我前一段吧 听说了一点回言风语的 然后我就 哎呀嫂子 你别这样 你这样我还挺难受的 真的 那怎么说咱们是一家人呢 你别跟我说呀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我跟你说有什么用啊 你们能帮得上什么忙 还不是情能让你笑我呀 哎呀嫂子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 我怎么能看着笑话呢 咱们怎么说是一家人呢 是吧 那妈虽然不在了 但你永远是我嫂子啊 那有我哥呢 是吧 明明是我亲侄女 我怎么能看她笑话呢 嫂子 嫂子 你别这样好不好 你这样我就难受了 好吧 我没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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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